这些在体制内上班的动粮之才们表面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可私下里却一个个身怀绝技,令人折舌 突然,这位颜值很高的大姐趁人不备将一块碳水塞入口中 还不忘拿新出炉的报告擦嘴,确实讲究 另一边的女中豪杰正在练习踢腿 免费的健美场地一定要好好利用 旁边那位大叔正在把烟掐灭 毕竟工作写材料废的是脑子 而上班看小说,则废的是烟 可要论专心,还要数这位大爷 毕竟不利用上班时间钻研麻将战术 下班后和邻居较量起来,怕是要输人一等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个别处重就已经掌握了上班摸鱼的精髓 可在这间单位,却有这样一个异类 他曾是计算机专业的高材生 尽管现在只做一些事务性工作 却也是早来晚走,认真负责 他在瑞加区,一个书呆子气十足的秘书 这天,机关大楼里来了位工程师老吴 他写了一个关于概率计算的论文 因为里面涉及的数据比较专业 所以来找局里审查 正说着,一旁的电话打乱了办事员上班看杂志的节奏 家旭接过电话,原来是上司员主任打来的 让他立刻把报告送过去,越快越好 在一间阔气十足的办公室 原主任建家居要进来 立刻把准备食用的奶油蛋糕默默藏好 家居向原主任汇报完毕后 原主任递给他一份表格 让他去做个统计 计划生育保健卡 这应当归卫生所管啊 周医生请产假 所长又病凶 你就辛苦一下吧 辛苦倒是无所谓 可有件事家居需要弄清楚 毕竟有些事当面问出来 总不免生出尴尬 原主任看家居一脸苦相 当场批评了他的封建思想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 可不能有畏首畏尾的思想毒瘤 家居当时就明白了 既然如此 那就让领导干部先戴个头吧 得罪完领导 情商有待提告的家居 开始将枪口对准别人 这份问卷惹恼了一个基层同事 当年都是单位分房子 可同事一脚好几口 却挤在一个漏雨的破屋子里 迟迟得不到解决 而领导不关心职工的住房问题 倒关心起他如何避孕 这实在令同事本人大为光火 你是采取什么方法避孕的 出去 出去 这是什么方法呀 哈哈哈哈 家居也知道 自己的做法像个傻薄衣 用他理科生的思维 谁在无法理解 现在所做的这一切 之前的基层工作还好 可自从当上秘书后 一切工作轨迹都跑偏了 因此 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我打报告 要求到基层 去搞我的计算机专业 而一旁的同事却嘲笑他不敢 一听这话 家居瞬间支愣起来 他这就去找原主人谈话 可下风原主人就在门口 主人此来的目的 是因为单位要发平 让家居去帮忙记账 家居一口答应 没有丝毫犹豫 而正是工作上的惯性 让他忘却了自己 要调往基层的诉求 还好同时轻蔑的一笑 给他提了醒 而让家居冲出去 再找原主人时 对方画的一个大笔 为了家居差连打出格来 局里准备派一个考察组 去美国学电脑 我已经向党委推荐你 我 想着呀 好好干 大游戏吧 一定 一定 那么原主知道家居想调往基层的想法吗 当然是知道的 要不然也不会去把美国旅游的消息 提前透露给他 不过也仅局限于透露 明眼人都明白 家居的命运只属于这一亩三分地 直到退休 因为像家居这样的死脑筋 怎么可能上位呢 就拿刚刚分苹果的事来说 他上位了要给领导带来多少麻烦 哎呀别磨蹭了 人家还有事呢 是啊 一共1845斤六两苹果 咱们机关有348人 每人分五斤三两 每人误差不能超过三千 家居这个中年李易南最近看上一个女孩 就是那个看杂志偷懒的同事 刘莎 这天 家居请刘莎欣赏音乐 可音乐哪有机车来劲 刘莎宁愿坐在摩托上哭 也不愿趴在穷酸的家居怀里笑 更何况 现在的刘莎笑得像花一样 在歌剧院门口 家居撞见了老同学祝福生 福生一旁青春靓丽的这位 是他的学生 在饭店聊天时 家居发现眼前的这个福生 已经不是当初和他一起讨论学术的那个人了 现在的福生思想活跃 经商赚钱 还抱得美人归 实在令家居羡慕嫉妒恨 当然 福生除了找老同学凡尔赛之外 更多的是希望家居能帮自己一个忙 指引自己学生最近翻译了一个外国电视剧本 福生怕其中出现纰漏 所以让精通英语的家居帮忙把把关 绿老师 这是我第一次翻译 你一定要帮帮忙 好 谢谢 而家居连夜看完这学生的翻译成果后 忽禁感叹 这哪是让自己帮着把关 就是让自己重新翻译一遍 可帮人帮到底 老好人家居也从来不会拒绝别人 某天 流沙破天荒地约了家居 家居内心窃喜 殊不知女神找到自己 是因为女神要和别的男人斗气 在交易屋中 有人擅长领跳 有人擅长被带着跳 而家居和流沙的搭配实在不算和谐 那一边原主任和舞伴也频频踩脚 这种尴尬直到换了舞伴后 擅长领舞的原主任 和擅长被带着的家居一搭配 果然是恰如其分 虽然和原主任暂时性合拍 但家居更在意流沙 为了取悦流沙 家居去买了满手的冰棍 可当家居再返回去找时 流沙已经同机车男孩重归于好 家居健壮 内心就像他手上的冰棍一样 画了一地 正在这时 麻烦人舞前世大的朋友学生上线 他每次次地告诉家居 那个翻译的剧本获奖了 并且他还带了一部新剧本 让家居帮忙再把把关 好家伙 真是逮着一个人耗羊毛了 然而 不会说布的家居依旧勉强接受 可突如其来地频频打嗝 让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异样 在医院看病时 家居偶然听到两个大妈在讨论病情 作为老客户的他们 尤其对医生的话术拿捏精准 这也让背后的家居细思极恐 要是真的得了癌医生 会说吗 就怕医生对你说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玩就出去玩玩 派对时 由于护士的文化有限 让家居成了笑柄 那 肉 肉 肉家狗 肉家狗 我是89号 我叫瑞家居 故事的暴击还没完 接下来 家居也迎来了大夫的死亡通牒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玩就出去玩玩 很快就会好 突如其来的癌症 令家居的心情跌落谷底 后来 他又遇到了朋友的学生 在学生向医生询问清楚后得知 家居的确患有胃癌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 不过学生不担心 这时间基本上还很宽裕 还能再帮他翻一个十几集电视剧的 心如死灰的家居来到大山深处 他准备在这里结束自己工具般的人生 可当他看到悬崖边盛开的小黄花后 瞬间改变了想法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 小黄花都能勇于绽放 反观自己实在过分的懦弱 所以家居痛定思痛 从现在开始 自己要换一种活法 要用所成不多的时间 来积极寻找生活的意义 我有过许多梦 可从来没有勇气去实现 从现在起 要抓紧 家居要请朋友吃饭 可没带钱包 下好朋友扶生也囊中羞涩 可两人既然拿定主意就不走回头路 正巧那边有人办喜事 在扶生的声拉硬拽下 两人不时尴尬地蹭了顿婚宴 第二位 我是新郎的姐夫 这是我内地 我小舅子好眼力啊 找了你这么个漂亮新娘子 大快多意之后 家居决定离开自己的机关单位 可她担心领导不同意 朋友扶生健壮就在一旁鼓励 做人一定要善于掌握一个字 不 只有学会拒绝 才是为人处事的关键 拿到通关密码的家居 终于在原主人那里说了不 从办公室出来时 她遇到了那个曾找自己提交论文的老吴 几天先老吴拜托的盖章事件 让领导间提起了皮球 以至于他现在还没能落实 家居停后 二话不说就把论文拿给的原主人 拍着桌子让他快速审批 而这样的行为 家居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明确了家居的调离意想后 原主人的上级特意召开了一个研讨会 而会领导们你一言我一语 几乎没提任何有价值的建议 倒是这位领导的看法 令在座的各位阵容发聩 所谓无风不起浪 为官之道 就在于谨慎而自 瑞家居同志 会不会有什么背景 新调来的市委书记 也姓瑞 也姓瑞 耐心劝说 坚决宛容 面对上级决定 家居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有价值 可他调责的心意已决 为此他不惜故意抹黑自己 在老吴提交的那份论文里 他刻意多数上了自己的名字 以此不道德行为来获得处分 可哪知老吴这边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因为这种情况 老吴见的实在太多了 一级不成 朋友扶生再生一级 生活作风问题不容小觑 只要家居肯耍流氓 被调走也是迟早的事 在附生的严格筛选下 这位狂狂走烂的食堂胖嫂 将是家居接下来的行动目标 可家居对此一万个反对 这位胖嫂是当为食堂里的临时工 确实不好下手 干这种事 临时工最合适 大饭时 家居就故意对胖嫂投来流氓的目光 不过家居内心是胆怯的 倒是胖嫂一副质得意满的样子 下班后 家居壮着胆子来到胖嫂宿舍 推开门准备行不轨之事 不 胖嫂见状急忙闪躲 可当家居回过神来 却发现两人的工房关系发生了转变 胖嫂闲地把门锁上 看着画面 不用多想也能知道 胖嫂接下来要干什么 果然 真正的猎手总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是我不好 我不对 你别喊 不不不你快喊 还没到喊的时候呢 你快喊 这种事怎么能让第三者抓住啊 靠在家居成功逃脱 不用多说 家居这次又失败了 狼狈的他走到一处库房 想都没想就决定 自己要成为库房的破坏分子 举起斧头的家居 吓坏了周围的吃瓜群众 这还不算 家居还要闯入库房洋装破坏 吓得里面的工作人员抱头鼠窜 可结果偏偏再一次事与愿违 这些穿白大褂的根本不是工作人员 在老天爷的安排下 家居成了挽救国家财产的英雄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想 偷 小偷 你们为什么是小偷 你们 我不是 当家居再见了原主任时 他也因为挽救国家财产的原因 被破格提拔为总务处副科长 虽然迎来升职加薪 可这却与家居当初的想法背道而驰 而在上任时 家居第一次见到了今后要和自己共事的同僚 那是满满当当一箩筐的副科长 瑞副科长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张副科长 这位是钱副科长 这位是王副科长 刘副科长 李副科长 这位是赵副科长 还有一位周副科长 因病请假 既来之则安之 就算是荣生副科 家居还是想有别于他们 干一两件有利于老百姓的实事 天下 单位正在分房子 经组织决定 这个费力不讨好的重任 落在了家居身上 石干家瑞家居接待任务后 本着优先解决困难职工的原则 第一时间走访了困难的单位职工 一时积极千层浪 家居的做法获得了困难职工的群体拥护 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他还不知道 自己所能决定的 其实也非常有限 他们总共就要分30多套房子 可却有160多户都要申请 而部分多出来的人还得罪不得 要是搞不好就要上升为政治事件 另一边 因为机车男孩的劈腿 导致流沙重回单身 可问题是 流沙已经怀有身孕 而医院要求 流产必须要亲属陪同 或者单位出具介绍信 巧的是 流沙在医院装到了复查的家居 家居在了解完详细情况后 丝毫不顾及自身名誉 帮流沙解决了问题 我就是孩子的父亲 接流沙回家后 躺死锅里顿着老母鸡 看得出家居是真爱流沙 可流沙也只是笑笑 她知道自己和家居是两个世界的人 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在房子分配的问题上 经领导们开会决定 一共39套房子 其中24套留给关系户 剩下的再封给困难职工 分房问题结束后 会议的主题落到了家居身上 家居的病情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而这次会议就是要讨论出家居死后 智商委员会的名单 当家居知道了组织的分房决定后 怒不可遏的她决定勇敢一把 她要尽快安排分配好的困难人员入住 钥匙晚了 怕是那些真正有需要的老百姓 连口汤都喝不到 当家居把钥匙拿给基层员工时 员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作为工作多年的老员工 她明白这样的好处根本轮不到自己 她心黄钥匙摆在面前 她也不得不相信 她还要把房分给真正搞实业的老吴 而老吴那边有些为难 她死活都不敢住 说是必须要亲眼见到领导的批准 无奈 家居只能让朋友浮生演了一把领导 有了浮生这边假穿圣旨 才有了老吴心安理得的房子 可帮忙房子又出现了新难题 部分职工抢占了好几间房子 家居上前理论 却见到之前还对她毕恭毕敬的职工 当局换了副丑陋嘴脸 这期的家居使出了霹雳手段 这才解决了问题 而因为这一期 加速了家居病情的恶化 火速赶往医院后 家居得到了一个精掉下巴的结果 她的肿瘤消失了 一切都回到了之前的模样 可此时的家居却后悔至极 她本以为死期将近才抢先分房 现在死不了的自己又开始畏首畏尾 怕是辜负了领导 辜负了信任 原来你得的不是为爱 是心里挨着 如果你连想说的话都不敢说 连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敢做 那不等于死了吗 另一边在灵堂之上 家居的道词已经写好 灵堂也不知妥当 这表面是一场葬礼 可实际却是个秀 对家居同志的光辉事迹歌功颂德 既体见了领导的重视态度 又扩大了工作制上的积极意义 实在是一个绝佳的宣传路径 他与病魔英勇斗争 坚强不屈 谦虚谨慎 不全大局 表现出无产阶级战士的崇高品质 他的死是我们的重大损失 活的时候转业不来的 死啊 穿越到对口了就是 就在原主人假装落泪后 灵堂传来了家居死而复生的消息 在场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其实死而复生是小事 反正办葬礼搞排场的钱 都不是领导自己的 大家遗憾的是 这场秀做了个空 看到家居无恙后 老吴找到了他 并把心房的钥匙还给家居 说声谢谢后 人就离开了 另一边 刘莎有了新男朋友 并准备马上结婚 之所以这么仓促 是因为他的未婚夫年底回国 如果刘莎答应结婚 未婚夫就能把他带出去 而家居这边 从刘莎口中获悉了领导 批准他掉离基层的决定 只不过是掉离到了 人少活多的玩具厂 对此 家居倒是一脸无所谓 玩具厂也好 只要自己不变成玩具就行了 影片结尾 家居离开了辛苦耕耘的原单位 出门时 两个方圆时间映入眼帘 中国有句古话 无规矩不成方圆 可在这方圆之间 不知道充斥了多少无奈和妥协 《命运喜欢恶作剧》上映于1989年 可里面讽刺的社会现实 直到现在还依旧频频上演 开头的一幕 讽刺了机关单位任服于世 原主人偷吃蛋糕 反映了对于特权阶级的优待 家居市委书记亲戚的身份 表明了人们对于权力的畏惧 家居要掉离 居然还需主动犯错才行 这骨子里的程序正义 实在迂腐 更迂腐的 还有被剽窃论文后的老吴 居然表示无所谓 还有对于分房的拒绝 更体现了他的实骨不化 那一箩筐的复合掌 展现了机构的臃肿 智三委员会的表演 刻画了官场的虚伪 等等等等 太多太多 这么多的情节看似荒诞 却都能在现实中 找到一一对应的例子 可悲的是 这种真编实弊的讽刺大作 只能存在于80年代 而可喜的是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样的作品 来体察那个荒诞年代的人情事故 最后 经历一番波折的家居 选择了不当玩具 不知道我们现实中还有没有人 敢于有勇气 对自身的玩具属性说不呢 可就算即便说了不 我们普通老百姓 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一目十有 与你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